大毒杯里有果汁 大毒杯里有可乐 有牛奶 居然不对 哦 还有什么呢 有水 有铲鸡 有豆浆 怎么还不对呀 我知道了 大毒杯里有宇宙 什么 这都可以 那有太空 熊妹回家争取 大宝回家错误 大宝淘汰 哦 再给我一次机会 好吧 有牛奶 哦 怎么还不对呀 大宝 你连真的猜不出来呀 到底是什么呀 白雪 你再出一道 好 那我再出一道 文静盒里有铅笔 文静盒里有彩笔 文静盒里有猫咪 什么 文静盒里还能装猫咪 那有老师 有书本 有毒球 哎呀 怎么还不多呀 大宝 你慢慢想 我们先走了 熊妹 听说你大毒杯里有宇宙 哎呀 大毒杯里有宇宙没毛病呀 对呀 大毒杯里有宇宙没问题呀 什么 这都可以 真是白雪姐出的题 哼 我要挑战你们 是吗 快出题吧 行 书包里有铅笔 书包里有橡皮 书包里有猫咪 呃 铅笔 橡皮猫咪 这有什么联系 艾莎 你猜不出来了吧 谁说我猜不出来 有彩笔 不对 怎么可能 你不是说书包里有什么吗 剩下的人继续猜 书包里有什么 有课本 不对 有作业本 不对 有实在笔 有画板 有教寺 啊 怎么都不对呀 哼呀 是白里有哪些 什么熊妹 你们耍赖了吧 我们可没有 我们都是按照游戏规则说出来的 没错 有 我们不谢 博伯爷们 你们说白雪被耳熊妹耍赖了吗 觉得他们耍赖了 就在评论区发索一一意 觉得没有 就发索一一 你们看 我们都在发索一一意 白雪 我不谢 我们准备的是大毒杯里有什么 我没有玩这个 好 大毒杯里有西瓜 大毒杯里有葡萄 大毒杯里有anna 有火龙果 有水 有汉堡 那是什么 有香蕉 不对 有可乐 我生气了 你们上一次明明说了是可乐 我知道了 大毒队里有太空 大宝和他争气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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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伙伴们 你们看出来是为什么吗 在评论期告诉黑魔王爱山吧 给其关注 下期 臭豆腐 太可乐 不是我 了点 也不是我 翻译罐头 也不是我 我感觉肯定不会是臭二的 那我就说臭二子好了 臭二子 怎么是我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贝尔头太 游戏继续 老罗大露却我 我想想 桃三 不是我 小五 也不是小五 弹幕板 该不会是弹幕板吧 好奇了 怎么又到我了 那 弗兰德 完了 这次不会是我说中了 要被淘汰了呗 不好意思大家 被传出了点复杂 别 游戏继续 太好了 不是我 糟糕 我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 黑魔王到你了 你快说 那 那 出出去 啊 我就知道是我 黑夜魔王淘汰 游戏继续 阿尼鼓声走啊小 阿尼不贵的模样 我才肯定不会是这一句 呵 我就知道 阿尼的主角 就忘不堪哭 一场 呀 我也安全了 又到我了 会是哪一句呢 阿尼破烂的衣裳 却看独命运的墙 也不适合 大宝 又到你了 这越来越难了 骑马 背马 这蓝绿的皮肤 战马 战啊 一嘴没味的吗 呵呵 我安全了 熊卖 你可要小心了 天 才不会是我被倒弹的 我要好好想想 呃 新手站在光临 都才算英雄 啊 我倒了 呵呵 为什么我被倒弹了 呵呵 熊卖 你看 我就说是你吧 哼 大宝 都干你的乌鱼嘴 学妹倒弹 要先继续 辣尾 嗯 火金面 那 应该不是老条 走吧 耶 我真是太糟密了 白雪 你肯定是最先被淘汰的 还不适应呢 谁先被淘汰还不一定呢 白雪 到你了 呃 辣椒 爆辣鸡翅 我给泡面 游戏倒计时 三 二 一 死神鸡翅 游戏结束 可是小女王 我和大宝都没有被淘汰 这怎么分辨是谁赢了 对啊 冠军应该是我大宝 那这样好了 我来问问小朋友们 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是白雪赢了 还是大宝赢了呢 我在他们身上打的编号 快反送编号来投票吧 大家记住 一定要跟我同 游戏开始 国王请小心 哎 谁打我 陛下没有人打你 陛下是白雪赢做的 大宝冰下 你认为这两个侍卫 谁说的是对的 如果选到背叛你的侍卫 那么你会少一颗心 哼 肯定是贝尔打的我 所以熊妹说的是对的 回答错误 国王扣一颗心 什么 不是贝尔 那是谁 是我 嘿嘿 你就剩一颗心了 如果你不能淘汰掉 背叛的侍卫 那你就要被刀掉了 熊妹说的是错的 那熊妹肯定是背叛我的人 只要我再下一轮把熊妹淘汰掉 那贝尔只会少一颗心 然后我再听白雪的话 不就赢了吗 来吧 二楼 大宝陛下 我可没打你 大臣贝尔没有打你 熊妹侍卫 你是叛徒 我才不信你 大臣贝尔肯定打我了 大宝国王 你确定你的答案吗 确定一定已经肯定 好 国王被当 中心侍卫护失败 大臣贝尔和侍卫熊妹 获得了游戏的胜利 这 怎么可能 如果白雪是我的中心侍卫 那她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也得给我说话的机会呀 你那么肯定 我完全没给我发挥的余地呀 那为什么熊妹是背叛我的侍卫 却要告诉我实话 你已经怀疑我是背叛的侍卫了 我说什么你都不信 那我当然要告诉你真相啦 你们真是太狡猾了 刚才是我大意了 认输吧大宝 你不是我的对手 我不服 我要求再来一局 我没问题 我们也没问题 好 选依依依还是阿阿阿 大宝 你的身份是黑天使 好酷 选依依依依还是阿阿 依依依 熊妹的身份是小精灵 我 我也是小精灵的 选依依依依还是阿阿 阿阿 贝尔的身份是天使 应该选依依依的 一听就比阿阿阿厉害 那么白雪就是大天使 大天使注意 已经有人背叛了你 要小心哦 游戏开始 进入场景 是谁 白雪的天使是黑天使大宝干的 不是我 是小精灵熊妹 别相信他 就是黑天使大宝 大天使 你认为谁说的是正确的 好难想 黑天使肯定想要刀掉我 所以他说的话肯定是错的 如果他想要陷害小精灵 那么小精灵肯定是忠心于我的 我觉得小精灵熊妹说的话是对的 回答错误 大天使淘汰 什么 熊妹是背叛者 那贝尔才是忠心的 嘿嘿 倒不是 小精灵和天使都是背叛者 怎么可能 一开始我说的就是有人背叛了大天使 可没说只有一个呀 难道没有忠心于我的人吗 就是黑天使大宝呀 没想到吧 我才是那个中心的人 我下意识就觉得黑天使要刀掉我 我输了 别看我黑 但是三个人中只有我再说真话哦 所以 以貌取人要不得 小朋友们 你们喜欢这个游戏吗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哟 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白雪最喜欢的暗号是什么 A 卡帽的位 B 雷霆嘎巴 C 智慧树上智慧鼓 我们选 A 卡帽的位 回答错误 这不可能 我选的是C 我现在最喜欢的暗号是智慧树上智慧鼓 大家有没有猜对呢 那这一题 大家的答案跟白雪的都不一样 所以不能挑选奖励箱 下一题 大宝最喜欢看的动画片是什么 A 猪猪侠 B 光头墙 C 叶罗莉 我选B 反正不可能是C 我也选B 我选A 那我选C 这一轮 大家的答案都不一样 来看看大宝选的什么吧 我选的C 耶 我跟大宝的答案一样 大宝 你可是哪个 怎么会喜欢叶罗莉呢 为什么不想 叶罗莉 里面的人多好看啊 球妹和大宝答案一样 他们两个可以获得奖励 大宝 你要选择几号掌励箱 我要选择三个 三号箱子 是一周不用打扫卫生 耶 大宝了 好 接下来请听歌曲 在南方等我下山的 我的人叫小龙 贝尔最喜欢的是哪一首 咦 雇佣者 我选的也是雇佣者 这一局 大家跟贝尔的答案都一样 所以每个人都能获得奖励 贝尔 你选择几号奖励箱 我选五号 五号是一周不用选作业 各位儿子 我们可以一周不用选作业了 好了 继续下一题 黑暗可可最喜欢玩的游戏是什么 A 植物大产枪丝 B 老人杀 C123木头人 你就是老人杀 我选B 我选C123木头人 我选C123木头人 那我选植物大产枪丝 毕竟这个游戏大家都喜欢玩 黑暗可可 你选的是什么 J9 我没有选 因为这三个游戏 我都不喜欢玩 我喜欢玩迷你世界 好吧 这一轮没有人跟黑暗可可的答案一样 所以没有奖励 最后一题了 熊妹最好的朋友是谁 A 白雪 B 贝尔 C 大宝 我不要回答这道题 为什么学校里没有五 我也是熊妹的好朋友啊 好吧好吧 那就给你加上 D 黑暗可可 开始写你们的答案吧 大宋 我们写好了 这么快 你们的答案是什么 ABCD 四个选项都写上了 熊妹 那你的答案呢 我的答案也是ABCD 答案一样 那这一轮你们都可以获得奖励 熊妹 选几号奖励箱 我选一号 一号里面是 试卷对换卷 你们可以随时找我对换试卷哦 啊 老师 这个奖励我可不可以不要啊 不可以哦 我这个太倒霉了吧 不过 今天的游戏真的很好玩 大家也可以跟好朋友一起玩这个游戏 看谁是最了解你的好朋友 喜欢今天的视频就点个赞吧 拜拜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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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